人体身上最不合理的几个部位 第一个男性包皮 说到男性的包皮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男生那傻 但是呢很多男生因为包皮等问题 使得男生那傻具体污垢 容易自身细菌和造成炎症 同时还会影响到情侣之间黑黑黑的幸福感 所以很多男生都会去医院割掉那块多余的皮 所以这块皮算是人体最不合理的部位了 第二个智齿 说到智齿它是属于人类牙草骨 最里面的第三个磨牙 远古人类用来咀嚼食物用的 但是由于人类进化了 导致牙草骨没有足够位置 来容纳智齿生长了 一时智齿就开始了放飞自我 横着长也有 竖着长也有 甚至还倒着长 长得非常随意 这就极易引起各种炎症 甚至破坏旁边的牙齿 让人时刻处于牙痛中 所以智齿长弯了 我们都要去医院手给它拔掉 所以智齿可以说是人体最没用的部位 没有之一了 第三个长长的体毛 说到体毛 人体身上的各种毛都可以说是体毛 在进化史上 人类的体毛不仅可以起到 预寒保暖的作用 还可以保护身体免受伤害 但是当人类进化后 开始穿上衣服预寒 不再与野兽赤身搏斗 体毛也逐渐退化 骨子和叶毛羞毛等毛毛 不仅没有多大的作用 还会影响人类的审美 男生们 多半一两天都会挂一次胡子 女生们 也都每一段时间 把身上多余的毛毛去除掉 所以说这几个体毛 也是身体不合理的部位之一了 第四个 扁桃体 说到扁桃体 那就是人体最具有发言权的代表 因为它老爱发言 扁桃体属于人体的免疫器官 位于猴舌吞咽的关键部位 它的体内有各种各样的 吞噬细胞 免疫细胞和抗体 可以抗击一些病菌入侵 但是呢 扁桃体所处的位置 位于抗击病菌入侵火力的第一线 一不小心就受伤发炎了 所以很多人在扁桃体发炎影响到健康时 就直接手术给它去掉了 也属于身体不合理的部位之一了 第五个 狼尾 说到狼尾 它位于盲肠的边上 是一条细细的封闭小管 正乎一把安安静静带着 没啥存在感 原本的作用是 用来储存有益的消化细菌 和起到人体部分的免疫作用 但是因为进化的过程中 人类不再是大量的坚果植物 于是 盲肠和狼尾 一并开始了退化和闲置 但是呢 因为蓝尾缺心眼的设计 极易让食物残渣和糞食 掉进蓝尾中 导致蓝尾发炎了 不仅会造成腹痛 严重还会影响人体的生命安全 这个时候也只能手术切掉了 蓝尾也就属于 人体不太合理的部位了 总结一下 这几个部位 你觉得哪个是最没用的呢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转发炎 柠檬